俄羅斯官員在星期一宣布定為全國哀悼日 並且說正在調查俄羅斯軍機墜毀的一切可能原因 機上92人顯然全部喪生 印尼當局說當局擊斃兩名武裝分子 正在策劃更多的反恐行動 這些武裝分子在聖誕節期間的槍戰被殺 他們懷疑計劃攻擊一個警察局 菲律賓最少有兩個人死於颱風洛坦吹襲 這個颱風為馬尼拉帶來強風暴雨 支里南部發生7.6級地震後 幾千人撤離沿海地區 當局已在星期日晚取消海嘯警告 向著威馬樂隊成名的英國流行歌手 佐治米高細細,享年53歲 發生7.6級地震後